所以主要原因是希望你们回去都确定说你有复习啦 因为像这种课程 其实这个识 一定要动手做的成分太高了 因为如果你不动手做的话 其实说你只是仅限于好像听到了 但是不见得会啦 就是你听过了跟会是两回事喔 那会跟技能跟专业又是另外 技能跟专业其实就是要很熟啦 ok 这时候你不要说还要想一下还要找一下还要干嘛的 ok 那 所以技能跟专业是要熟练度的 除了熟练度之外还要思考过 有没有还要做一些这个整理吧 有没有还要思考 而且不要说只是照本宣科 照原来的方式我的那个范本照照 那你刚开始可以可以改 但是之后的话也许可以自己再做一些变化 ok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些 那我想基本上 你拿来一用就绝对不会有问题 不然的话如果假设吧 你没有经过思考 这东西还是 就是 就是 仅限于知识层面 你知道而已 ok 那你是不是真的是你的东西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刚讲 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们之前前面讲的一些范例 比如说像那个 新闻嘛 有没有我们举Yahoo跟ET的对 如果你觉得你新闻方面你有兴趣 而且你还可以再去抓其他的报纸类的 或者是电视 比如TPBS啦 或者是什么东森啦 一堆的 各个 我现在台湾的那个报纸 那个电子报也非常发达 如果你要就做统计的话 你不能像以前用人工的方式去 去抓取这个资料 ok 那你如果可以把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话 它其实相对的会省掉很多的利器 只是要怎么做啦 这个我想 还是要花时间 ok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隔行也不如隔山啦 我们这其实爬虫 但是爬虫你要用在什么地方又不一样 不同行业 用法又不太一样 需求面也不同 所以恐怕你们还是要思考一下 跟你自己本行的专业 有没有地方可以做衔接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衔接的到 那你其实又产生另外一个专业 这专业又是新的 因为现在最需要的是 你能够结合新的科技 用在你自己本身的专业 那你又另外开扇窗 ok 你会发现各行各都一样 像 最近有一个学生也是一样 他是那个 卖蛋糕的 可是他却是在 用网路的方式卖蛋糕 哇 后来 结业的时候送我一个蛋糕 中秋节 很好吃耶 他说老师这个在那个实体店买不到 一定要 网路上才买得到 然后他们现在很缺 缺人 但缺的人就是要汇这些东西了 ok 因为他做电商嘛 他不需要实体店面嘛 怎么样做交易 然后他还要很多的data 他马上处理嘛 比如销售量 销售状况 有没有 然后哪一个东西 甚至是客户的反应 有没有 所有东西你要通通要去统计分析 你才有办法做出一个产品 是 马上上 马上就 热卖 你不能说你卖一个东西 是你自己感觉 感觉这个东西卖得很好 最后当然一定是不ok的 在一起是要做很多的分析 你卖个东西 这样的反应就很好 ok 那怎么分析 你不能用人工的方式慢慢分析 我们一个team慢慢来 我们要开会 其实找一个会写程式的人 我觉得 把那个整个程式先 这个分析好 然后让他跑完 ok 然后再来 剩下的不足的地方再来开会 我觉得会比较踏实一点 不然的话有时候每天开会都没有结论 而且 你开会每个人提出来的意见又不同 每个人经验又不一样 ok 那以前开会都是凭借你的以前的经验 那问题 我们要卖的产品是未来 卖给未来的人 不是卖给过去的人 你用你过去的经验 来判断你的一个东西的未来 那怎么会卖得好 所以你要想 未来 那市场在哪里 谁会买 对 如果你 这些都分析的出来 其实理论上 也不至于说 你要做个决策会很差 所以其实有时候做决策 还是要懂得要预先分析 那现在已经蛮普遍的 因为他在各行业 哪个行业不先预先做分析 对 ok 所以 还是要透过工具 那你说用python怎么结合 我觉得还是有时候是隔行路 我顶多只能说 我把我觉得重要的 ok 而且是比较相对简单的 帮各位先整理一下 那至于说 你们各式的专业怎么样结合 那你可能还是要动一点脑筋 但是如果 其实也可以继续来讨论 这没关系 因为真的我也不太了解 大家 因为这已经来自不同行业 ok 然后我顶多只能想象 就我目前我遇到的状况 那当然除了用python这个工具之外 其实像 现在很热门 像Excel 其实我觉得也不可免 那你说你只能学一个吗 或者说二选也没有 或者说 最好是能够多方面去策略 然后找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工具 去做分析 而且你会发现 或者说前段用python 后段用Excel 也可以啊 没有人说一定要怎么做 反正最后结果你看起来顺眼就好了 也没有老板说 你这样子 你一定要全部用python 老板才不管这些 老板要看结果 ok 这要怎么样做 最理想 而且最顺 最 怎么样 应该也是最不花时间 最有效率 这可能还要思考看看 那我尽量的 我是觉得啦 尘世是死的 所以尽量你会发现 我尽量不要 我会花太多时间去跟你们讲很深的那种尘世理论 为什么 因为你即便你 在时听懂了 可是你下课之后应该也都忘光了 对齁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过来的 因为我以前是很认真的 我买了很多电脑书 以前 这个 薪水里面最大一部分就是拿去买书 后来我发现好像可以调整一下 后来我慢慢就不太买书了 慢慢的就是去书店看书 然后慢慢的就是去看我想看的那部分 因为我看大概十个章节里面大概有两个章节 我可能比较不熟 然后我就看那两个章节 那两个章节可能有几个范例是我要的 然后我就把那两个范例把它记下来 OK 甚至用一些技巧把它记入 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嘛 只是说你不能太明目张感的 OK 反正方法很多啦 我是觉得这个 不同年代可能 学习的方式当然也不太一样 以前那年代一定要书本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很 越少人在买书了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书店也都 应该会倒的蛮多的吧 OK 好 所以上个礼拜重点 就是几个 第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雅富的新闻嘛 一一的对 所以延伸性部分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再去找其他新闻的网页 然后去抓看看 然后去分析 看你要分析哪一类的 如果你跟媒体有关的 或许你还可以再去找不一定是新闻 也许是某一类你有兴趣的题材 你会发现现在网络上东西太多 其实你找应该都找得到 哪怕有些东西你原来不会 你搜寻一下 其实Google好像上面都有你想要学 就怕你没时间 而且维基百科也都有嘛 所以有些东西我不特别讲 为什么你自己看就有了嘛 那我跟你讲那些要干嘛 对啊你自己看就好了 OK 你要你需要的是你做不出来的部分 对啊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但是就是做不出来 OK 那我就告诉你说怎么做 提供我的经验 因为那真的是比较不容易 你要怎么样把环境建置起来 然后把一些需要的东西放上去 而不是说你随便通通放上去 一段奇怪的bug一大堆 或者一个网页里面这么复杂 冤司马让你看到 从头看到尾你可能昏倒 但问题你要怎么样掌握最简单的药灵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那个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窍门嘛 或者像他很常 台语常讲的什么妹干 有没有 OK 所以那个就是你们必需要的啦 那在我的云端上面 其实有这相关的原始嘛 所以请各位 除了可以看那个录影的部分之外 像我都客户都有录影 那你们回去的话 当然就可以稍微把它看 上个里面有七段影片 OK 那当然我偶尔也会看一下你们的那个分析 因为其实YouTube上面我觉得蛮方便是说 他也会分析一下 观看次数 还有你们的停留时间 还有一些相关数据 我觉得蛮好的 我至少知道说哪些东西 是你们最有兴趣 然后重复看 那表示对你们最重要 而且最难 OK 这也还蛮方便的啦 至少知道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 银行的部分 那我们是下载那个台银的汇率 那除了台银汇率之外啦 其实我们是抓网页 不过底下其实有CSV 当然有同意说那老师你抓CSV 也可以啦 只是说我们是练习网页 那你可以再去找一些其他银行 因为现在每一家银行的汇率都不一样 而且差距还蛮大的 有没有 你会发现你用最笨的方式是用现金嘛 有没有 你换现金 那个汇差是最大的 其次是集齐 再其次是用APP 用手机 那差很少耶 差大概 比如美元的话 我发现好像才差0.1而已 就是说那个汇差已经相当小了 所以你买进卖出 你的那个损失就蛮小的 所以如果刚好那个 因为最近美元好像还是会很厉害 从27点几 一直到现在快 31还没吧 反正应该会 我不知道啦 OK 如果 31 27到31 相差已经10%以上 如果你假设你能够 在比较早之前就买的话 相对其实也是乱一步 还有它的那个定存利率也比较高 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放了定存 其实还是有优势 但是我怎么知道美元到底有没有可能继续再涨 所以你也许可以做个分析嘛 OK 那怎么分析 每个人的方向都不一样 也许可以试试看 那上个礼拜还有一个地方 我又提一个叫反 叫反爬虫 那什么叫反爬虫 就是你看得到 但是你用爬虫来抓 你却抓不到 这种状况 其实还蛮多的 OK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衍生性的方式 叫做反反爬虫 对齁 那有没有可能这样 反反反爬虫 有啦一定有啦 反正就是说 就是互相的角力啦 那因为呢 到底爬虫这件事情合不合法 其实也是争论不休啦 其实好像欧盟曾经也提过说 是不是要限制爬虫这件事情 可能要立个法 不能让人家随便爬 那问题好像最后无疾而终 因为你不能够 你网页放上去 你就是公开的讯息 那你公开的讯息 你还防止别人 透过程式的方式抓取 那显然好像有一点违背逻辑 可是问题又不能无限上纲 OK 所以其实这当然你们可以关心一下啦 当然这些东西背后 其实也蛮多相关的知识啦 可能要了解 因为像网页其实你说安不安全 其实相当的不安全 你做任何事情 随时都会被窥视 谁会窥视呢 其实连Google都在窥视你 所以你想 为什么我都没告诉他我喜欢什么 随时都跳出我喜欢的东西 一直蹦出来 好像引诱你一定要去购买什么东西 比如你消费 曾经你买过 你想买但还没下单的 他会一直跳出来 一直跳出来 那为什么没告诉他他怎么知道 因为他随时都在窥视你 那你要怎么知道他窥视你 很简单嘛 你只要浏览就浏览记录 那记录存在哪里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存在cookie里面 那cookie是公开的 也就算 任何的网页都可以随时存取你的cookie 甚至cookie里面还有你曾经 有没有他记录你的帐后密码 有没有你想他很方便耶 他问你要不要储存 但一般人大应该懒 所以一定会要 可是问题储存了 那你的相关的讯息 就存在cookie里面 那只要有一些人 有心的人 想要抓取你cookie里面的东西 那你的账号密码就外写 甚至你的信用卡嘛 买东西很方便啊 你看 要买东西信用卡卡号 然后什么 你的 卡的有效期限 最终还有那三码 验证码 都自动填上去的耶 自动买好方便 可是突然间可能就会被倒刷了 对哦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啦 OK 就是他可能会 所以啦你说 尽可能像信用卡 我是建议 尽量还是不要储存 你一储存的话 你千万不要懒 因为 反正你就再key一下 因为我之前就被倒刷过了 有那个按 而且特别注意哦 那个网路上很多来路不明的东西 千万不要安装 因为你安装你的电脑就会绑架 OK 而且是非常恐怖的绑架 OK 可能把你所有东西都加密 加密之后 如果你 比如说你有一些文件 一打开 他跟你讲要密码 要任何东西都要密码 然后呢 上面还跟你讲说 有一个email 你要发信 他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解除的话 你必须汇款给他 真的你汇款给他 他就帮你解掉了 就绑架了 OK 而且蛮多人中的 然后我之前也是 因为想要找一个东西 一个外挂 我就把它安装了 就发现 怪怪的 那个东西是病毒 还好了 第一时间赶快把它找出来 然后把它砍掉 但是 我的资料也还是被他抓取 尤其像信用卡 所以我后来信用卡有被一笔倒刷 而且是在欧洲的某一个国家被倒刷 不过还好啦 我就马上打电话 马上指付 马上做一些东西 那我还是觉得很麻烦 那没有我所有信用卡都要放过 OK 好 所以网页的世界里面 其实还蛮多地方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上个礼拜 其实讲的东西算蛮多的 而且蛮活的 所以请各位回去 还是要再花一点时间 练习其实 应该很多啦 可以做的 尤其像Google 居公司啦 因为我就不要讲某一家公司 因为他们现在蛮厉害的 他们会语音辨识 然后辨识只要有那个keyword 是他跟他们有关系的 他就会来 因为他不可能每个都管制管理 他只要keyword有那个 他就会去 就像某一个国家 他也是这样监控他们的人民 所以他们的人民很聪明 只要关键字 就不能讲那个关键字 比如说可能 反正我不知道 反正就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那 可是问题 像 居公司这应该也是类似 可是说的他 像我也是被封锁啦 我觉得这也不合理啦 那你说他跟某个国家有什么差别 其实没什么差别啊 他说你 说你违规就违规了耶 你跟他申诉 他不理你耶 对啊 主要是 我只是跟他讲说 他说我那个违规是因为我交python的一个叫py2的一个套件 他认为说那个是违规行为 我想说这 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啊 怎么违规在哪里 我还跟他讲说 我只是上课 重点在python 城市教学 不是在 而且问题你影片放上去 人家有套件抓你的 那 那这有什么违法 我不知道 你应该去告诉那个套件的那个 那个人 你给我下架 可是那个人应该也不想理他吧 OK 所以 这个当然就是这个目前发生的状况 就是再加一个headers 那就是把它模拟成一个浏览器 因为你只要连上他的网站 会伸一些讯息 headers给那个网站 跟他讲说 我就是Chrome浏览器哦 我不是爬虫 他就会丢这要给你了 但如果你没有headers 他就知道你是爬虫 所以他要怎么知道你是爬虫 而不是浏览器 他有一些验证的方法 所以也许刚好我们找到 原来他是用headers 但是会不会他又再增加另外的方式 验证说你是爬虫 还是浏览器 所以这个 就是一些什么 反正互相角力 所以还是有很多网站 他用别的方法 你还是抓不到 那怎么办 那不如你就直接用浏览器 所以哦 在我们那个后面 不过那个东西比较稍微困难 这边有一个叫selenium 有没有 selenium这什么东西 selenium实际上就是说 我在背后 直接呼叫浏览器 做一些我 比如说我点选的任何动作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让它去跑 OK 然后呢 跑完之后的结果再传回来给我 那这个总不会有问题吧 我实际上 所以selenium是什么 直接去呼叫浏览器 做一些事 把做完的结果 陷回来而已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那个网站 什么样都抓不下来 或者是要输入账号密码 那你就可以用selenium 但是selenium 很麻烦 你要设定很多 而且还要设定驱动程式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到 OK 所以如果有信息同学 可以不妨试试看 好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所以上个礼拜讲到 有关那个爬取网页上的图档 还有存档的部分 那我们是按部就班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在云端百版里面的 第0609这个单元 那当然我们第一个是先爬什么 爬第一个网页 施政隆先生 把他爬下来 那爬下来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城市基本上 只有五行城市 所以以后你只要第一个 要知道说你的网页在哪里 所以网页在这个位置 这个网址 然后呢 我要的那一个图档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按右键 右键里面的话 几个方法 要不然你就复制那个图 复制什么 复制图片位置 有没有 按右键 复制图片位置 那你在这上面贴上一下 直接贴上你会发现 这个网址有没有 就是 就是 这一个施政隆先生的网址 有没有看到 那以后 你如果想要知道 这个图 它背后的那个连结在哪里 那实际上 你就按滑鼓右键 按右键 按右键 然后复制图片网址 它就会出现了 那其实我是把这个网址 贴到程式里面就OK了 所以以后你要下载某一张图 蛮简单的嘛 可是这个是仅限一张图 但如果你那个网页里面不只一张图 那你可能要想其他方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第二个step就是讲 有十二张图 那要怎么做 OK 所以第一个把这个复制了 然后贴很简单嘛 直接贴到那个我们的程式里面的这一段 有没有 就是 这边有一个 其实也是用request.get 这个其实 你会发现 没什么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用request.get 然后get 就把这个刚刚的网址 直接贴到这边来 他就会去get 那get的话 实际上 跟之前最大的差别是 之前是抓网页的文字 里面的原始码 那现在的话呢 是抓什么 抓那个图 OK 那图的话实际上 它不是文字 它里面的话是二进会档 也就是说 假如你今天把那张图 假设你按右键 如果把它另存好了 它实际上把它存在桌面 这张 intro01 然后呢 如果你要开 当然 因为我们现在电脑里面 是有预设的程式打开 可以看到图 可是 就是 如果你用那个爱右键 你用什么 edit with notepay 有没有 notepay++ 那你会发现 它开起来就会长这样 里面的话因为它是二进会 的档案 甚至如果你用那个 就是另外一种编辑器 它可以看到二进会 0101的那种 那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个 那你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binary 就是二进会档 OK 所以呢 如果你要储存它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程式写的方式就是 先把它抓下来 放在一个物件 叫img里面 然后呢 我存档的地方 比较特别 前面的存档 都是用w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多个b 这个b就是binary 就是所谓的二进会档 所以你会发现 除了文字档之外 比如说像什么 图档 影片video 或者是VIP 或者什么其他的 那就是binary 那所以如果你假设 假如要从 这个网页抓下来 直接存档的话 那记得 用这个方法 用wb OK 所以 你如果要存档的话 那如果你要存档 这个img 这个物件里面 我们之前是点 原始码是点test 可是这边的话 记得把它改 因为我要的是它里面的 这个binary 二进会档 所以记得把属性改成 点content 那content之后呢 把它写到哪个档案 写到这个档案去 那我们就可以把 施政隆先生的那个图档抓下来了 OK 那你想说老公 那如果以这个 我按右键令存 不也OK 对也OK 但如果你一张图还OK 可是如果你一百张一千张的话 应该你就会想要写成次了 OK 如果你只是一张图 没有慢慢来 但问题是 一千张一万张 你还在用写成 你还用人工方式 你要多少人 你要多少时间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写一个程式 瞬间就完成了 而且如果你每天都要抓的话 那当然一定要写程式 所以第一个 如何把这个图给抓下来 所以上一次上课 我们就把它存档并且关闭 所以下载、存档、关闭 然后执行的话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 理论上 会在我们的 我是放在C碟底下的 那个Python20 Python2022里面 应该就有这张图档 所以Python2022 然后按照时间排序 把它修改日期排序 那可以看到这一张了 有没有intro01.jpg 那开启应该就是施政隆先生的 图档OK 应该没问题 那一张图OK 可是如果多张 所以后面的话 我又有另外一个延伸的练习 就是说 如果我要抓这一个 这个里面的话 这个应该是考生见证 这边总共会有十二张图 那当然你十二张图另存 也OK 很浪费时间 那如果今天希望 陈日记跑 自动帮我把十二张图 存在一个目录里面的话 那怎么做 上一半有讲到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个做完之后 再延伸就是这边有六页 有没有 这边会出现 等于一 等于二 等于三 一直到等于六 那如果我希望写一支程式 可以把这六页全部抓 因为将来你会遇到 一个page 你不能说一个page 跑一次 一个page 跑一次 那也太浪费时间了 有没有方法可以干脆 就是让他自动跳跃 一 二 一到六 甚至以后如果那个网页到一千 你会发现跑起来就很有成就感 一下子 全部都自动帮你拍一拍 好好的 感觉还蛮好的 OK 甚至老 其实改一下 如果假设网页 里面是影片档的话 如果他影片档也是.mp4 其实也可以读法泡子 可以把他影片全被抓下来 甚至以前我还写过程式就是 把一个网站全部卡取 到一个资料夹 因为我担心说 他那个网站 将来会消失 因为他里面资料太好了 但哪一天他如果不欠了 也关闭了 那我以后就查不到 所以我还防范未然 我就把他整个网站 写一个程式 把他整个网站全部 包含他的结构 图档位置 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以后打开 他所有东西都在那边 OK 而且做这件事情 我是在二十几年前做的 二十几年前因为 那时候还是用波接时代 什么8.8K 在那时候我是睡觉前把他层次跑 然后让他跑 他就慢慢装 那都是算K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抓了很多 网站现在已经都不存在 但是资料都还在 OK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 可是现在比较幸福了 现在平安太大了 你也不用担心说 你会要等很久的问题发生 OK 那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 试着把 上个礼拜的东西 再稍微 这个 回复一下 然后尽可能 如果你假设我刚刚讲的 包含就是新闻网的部分 请各位回去 就是要不你就另外再找一个 除了我们上课的 这个网页 除了雅虎或者是ET之外 你再做一个 如果你也 换了一个之后 你也抓得下来 那OK 恭喜你 那第二个除了台银之外 你再找一个 那个银行的 看哪一个银行 比如你有用哪一家银行 你去抓抓看 如果你也可以抓得下来 那表示你银行的OK了 然后 再来就是 那个 抓那个 网页上面的图檔 那你也可以 再找一些其他的网站 试试看 如果你假设 上课讲的东西 你换一个 网站去抓 也都能够成功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是 是真的 是了解 OK 不过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最好 当然可以的话 可以做一些变化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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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谢谢观看